嗨,我是路人 今天要来讲我学才艺的故事 从小,我妈妈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加上爸爸要上班,妈妈在忙餐厅 所以决定让我学超多才艺 学校学时期 纸粘土,陶土,水彩,钢琴,书法,游泳,读经班 幼稚园开的初算 而且有些是那种大楼社区开的 真的经济又实惠 不过我不排斥学才艺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但是有些同学不然 一跟家长分开直接爆哭 也因为我学了这么多才艺 也遇到了许多荒谬事件 足够让我写一本荒谬事件簿了 因此会分为上下集 结尾也有观众投稿的荒谬事件 那今天的学才艺荒谬事件的主题是 让老师困扰的那些同学偏 我只能说才艺班老师辛苦了 小学放学后 去上水彩课 老师会先教一些水彩技巧 再让我们开始画 但是就会有同学 老师还没教完 就开始乱图 然后上了几堂课后 家长还会来验收自己小孩的作品 我们几位同学都很认真的画 画到每次回家 手上都是水彩 因为我们想画出矿石巨作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旁边不认识超级安静的小男生 比我更认真 连休息时间都在狂话 几乎都没有讲过话 虽然画得很累 但我们每天都画得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而乱图的那位同学 整天就来耍废 每天来乱撇几下 就在旁边乱跑 小艺 今天要有进度哦 好 哇 这是什么呢 船 你这是木筏哦 船是像这样的 那你还要画什么呢 要不要用用看老师教的建成方法呢 我还没想到要画什么 我想一下人家在画 还记得那时候 教室突然多了一台万二的小三轮车 那个同学没画几下 就一直起 直到验收前一堂课 我看到老师很困扰地盯着小艺的画 几乎没有画 只有中间老师画的一条船 和一个蓝色的线 还有一条咖啡色的线 可能是不小心撇到的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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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老师只好一直帮他补救 这个验可以用到老师教的建成哦 像这样 来换你 The f 付 小艺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不思� mould 老师看起来像树 难道是树吗 是 那老师教你树子怎么画 像这样 这样才像树哦 换你 结果最后我看到老师帮他修改完的话 家长验手那天 就像个小画展 作品一字排开在桌上 供家长观看 小义的家长看到他儿子的话 非常满意 然后我隔壁认真小boy的家长 也看到小义的话 你看这个哥哥画的 建成用的很自然 要跟哥哥好好学习哟 他才用几个颜色 就画出这么半个图 最受好评的居然是小义那张画 淘土课的老师 跟绘画科的老师一样崩溃 妈妈为了加强我的立体感 还有帮我报名陶土跟纸粘土的课 那时候班上有位非常邪气方刚的同学 上课上了一半就开始丢陶土 我 嘿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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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你媽講 噴掉了 但他還是會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丟 不要浪費你媽的錢 媽頭要學習補充一點點水分 這樣才不會裂喔 他直接倒一盞杯水 陶土直接變泥巴 然後這位同學一樣的沒在上課 直到要給家長展示的前一次上課 他的作品只有一根陶土棒 這是什麼 你有做嗎 不知道 是做嗎 你說是就是 然後就看到老師在幫他補救 下次上課 老師把同學的作品經過搖哨後 一一拿出來 一路看下來 我的惡意應該是最猛的了 突然 我看到一棵樹 沒錯就是老師幫他補還有果實 這小太美了吧 我在看我的作品跟一團屎一樣 棒棒 哇 我兒子真是有天賤 不要浪費你的錢 烘謬事件 觀眾投稿篇 接下來要來將觀眾投稿的烘謬事件 一樣由路人及小伴飾演改編 小提琴表演 小時候去學小提琴不到一個禮拜 誒同學知道齁 老師 小把好樂小提琴喔 蛤 好 你明天去活動中心表演 蛤 當天我直接亂拉 小時候上學校的會畫課 老師拿我的作品當示範 你們看他這張畫就畫很好 不要給我這樣畫 還有這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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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老師把錯誤的畫法直接畫在我的畫布上 人生迷惘球 我去學網球 教練教我站中間別動 他去對面示範沙球 誒我示範沙球 你站在中間不要亂動誒 不然等一下要打到 好 結果沙球直接打中我的腰 痛得靠北 水彩超讚 小時候帶珍奶去美術班學水彩 畫到一半 不把顏料看成奶茶喝下去 很香的鋼琴課 小時候我去上一堆一鋼琴課 每次上課時 老師都在我旁邊泡泡麵來吃 有一次麵實在太香了 我趁老師去拿筷子時偷吃一口 老師回來直接抓包 我妹怎麼搞那麼多 老師一氣之下就跟我媽媽說 結果媽媽跟老師吵架了 我現在才知道 在那邊你的一定 每一堂課 每一堂課 你都邊吹泡麵邊教我女兒 他吃我泡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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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吵架我泡麵了 然後我回去也被罵了 他吃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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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東西你真是不對 你不要多東西吃 你今天不要吃飯 你今天不要吃飯 以上就是學才藝荒謬事件部 上集下集來講 令我匪夷所思的那些課程 以及左撇子的悲哀 你也有上才藝課嗎 在才藝課有發生什麼荒謬事件嗎 快 快留言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喜歡我分享奇人意識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奇人意識故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